每一个都值得得奖的 事不宜迟 今晚综艺大热门 恭喜 决无冷场的节目价值 恭喜 综艺大热门 恭喜 恭喜 天哪 我真的 我 我一直没有想到 我们节目会得奖 所以我今年都没有减肥 我在这个节目学到的件事情 就是仙哥常常告诉我们 只要还在努力中的事情 就不叫失败 我很 我很开心就是 我把这句话听进去了 虽然七年来 我们入围三次 一直坐在下面 看着大家得奖 然后心很酸 但是 我们从来都没有放弃 然后非常谢谢主持人 在录到凌晨五点的时候 没有跟我请辞 虽然 献哥曾经有这样的念头 但是我们不准 真的非常谢谢主持人 从来没有抱怨过 这个节目这么辛苦 然后谢谢三立电视台 没有你们的支持 不会有综艺大人们 然后最该感谢就是我所有 团队的幕后工作人 她们在那边 谢谢 谢谢Amber 谢谢小炳 谢谢阿鹏 谢谢婷婷 谢谢鸟鸟 谢谢Mini 还有谢谢所有刚加入综艺大人们的年轻人们 因为你们才有这么好看的节目 而且我们收视率一直到现在七年了 还几乎是同时段冠军 我很感谢大家 谢谢 谢谢我的姐姐 谢谢我的家人 虽然他们看不到了 但是我真的很感谢 我有一个这么好的家庭 然后他们一直在背后支持着我 让我可以 有勇气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去追求我想做的梦想 然后让主持人也发表一下 我怕他们等一下 好 时间很弱 对 因为我们这一段呢 拼命一定要上来 可以要那么先讲吗 可以要那么先讲吗 我们太辛苦了 因为我们也担心等一下就没有机会上来了 我知道 摸一下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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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讲先移 对对 我们在这里等 不要不要不要 我们要下去等 先不要 下去等 在这里等嘛 我们就来看啊 入围的有啦 谢谢 能够为大家服务就是我们的福气 好吗 得奖跟没得奖最大的差别只有一个 是 得奖可以脱口罩 我们现在已经都露出来了 我们OK 但是我们有一个超级铁粉 我一定要讲出来 我们只为她一个人做节目 我们也都愿意 就是小琴的姐姐 她唯一的一个亲人 来 讲一下 讲一下 没关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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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 我 这样超时这样 没关系 所以你赶快 谢谢姐姐 因为 我们等一下讲的时候 我们讲短一点 下一段 对 因为其实我今年很上智 因为姐姐前几个月离开我 然后她常常跟我说 你们节目好好笑 我每次中午午休的时候 然后同事都在那边睡觉 然后我一个人要听着耳机 看着大热门 然后我边笑得好辛苦 她是我最忠实的粉丝 可是她离开了 然后我今天也传了讯情跟她说 我希望我今天上台的时候 你可以知道 我已经上台了 我希望我的爸爸妈妈 可以为我感到骄傲 谢谢大家 谢谢 欢迎收看综艺大热门 R HIDO 恭喜